全智贤那个红色的那部车 简直是吸睛到爆 这部车当然最抢眼 最叫做 最让人难忘 我相信各位看过 这个来自心里都不会忘记这一幕 就是全智贤在医院里面 被坏人假装医师 从病房里面拖出来 拖出来后 这时候都敏郡事实在哪里 在警察局里面做笔录 哇 老师你记得这么仔细哦 他突然间觉得不对了 他旁边这不是坏人 他感应到了 我告诉你 最炫的从警察局一出来 这两个警察正在开大门 看他一出来啪就不见了 啪就在病房里面出现了 病房里面出现 啪又到他家阳台 他用耳朵去听 结果全智贤居然红色车子里面 要冲下悬崖 坏人两个人去推车 一个人推车 一个人从车里面跳出来 车子啪就在悬崖里面 然后刹车已经被拔了 刹车被拔了 而且全智贤居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惊醒了 对 惊醒了 开始呼唤 呼唤 都门运势 都门运势 都教授都门运势救我啊 就在快要下这个 取来的那一刹了 哇 全剧最帅的一个动作 都门运势从天而降 啪把车子按住 按住的时候整个红色车 车尾啪跳起来 闪电交加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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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是闪电 哇 那个灯光效果已经到了极限了 内幕真是非常非常震撼人 而且我告诉各位 这个情节演两次 对 演两次 所以让大家对这个 全智贤这部红色的车子 完全不能忘怀 对 我可以讲 内幕也是来自新英里 收视率飙到非常非常高的一段 因为飙得非常高 所以内部红色车 非常非常的巧 经典 经典 对那这个考题来考考Eddie哥了 这里面的宾市车太多了 然后来盘点一下 伊托拉古的宾市哦 我先讲一下背景 大家都讲这个车子置入戏剧 为什么在韩剧中要这么用力 是因为这个其实韩国人 基本上很爱国 所以这个全国对于外国车子 接触率其实不太高 所以大概在2000 像这个这个句是2012左右 2013左右 那这个车系大概都是2012年左右的车 车辆车型 那这样子置入呢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其实车子置入需要一点巧思 而且厂商大概花了不少的钱 所以才有这个20162017左右的新的 这些韩剧的依照车辆的特性 做的一些功能的 再加入剧情内 这比较有趣 要合理一点的置入 那但是在这个所谓的来自欣欣 你大概都比较科幻 比较没有展现这个所谓车子的一些功能 但是他把这个因为说因为賓士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高级车的角色 那在这个剧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是财团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应该说就是有钱人 要追旅明星李灰金要开这种敞篷车 还要AMG的 所以他就这个时候賓士的合作就出了一些对应的车型 我来看千松一这一台小笨笨 这台是一四百的车型 但他是敞篷款 然后他这个应该说他的零到一百加速是五点三秒 哇塞 他的马力 那如果冲悬崖还得了 对他的马力有三百三十三匹 所以这个教授的这个神力可谓惊人 所以这是一个对应 但是大家对规格没有那么详细 但是因为这个是车子所赋予的本身的这个 这个等级是比较高的 再来是这个CLS63 AMG Shooting Brake 当年也是这个第一代的Shooting Brake 那这个车型为什么特别 就是他是一个猎跑的概念 等于说有这个所谓欧洲 应该说比较早线的时候 用这个棚车或者马车 在巡视庄园的时候 做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车型的名称 他把它做成像这个 所以后面像游艇式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也是等级比较高 那这个车款就厉害了 这个车款5500cc 然后是双涡轮增压V8引擎 马力有525匹 大概都500匹 这个ASL55也是500匹等级 但这个Shooting Brake更厉害 它是71.44公斤米 71.44公斤米 大概两台3000cc的这个扭力加起来 还有这一台的这个高输出扭力 就是性能这么好 还没追到女明星 那再来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教授 比较内练 所以因为也比较 内练也是45 AMG 但是这个因为这个45 AMG 是当时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 Top的车型 但是属于年轻款 因为这个都教授的形象 第一个基本上外星人嘛 这个没有年轻的分别 所以他以年轻的形象出现 希望用他这个帅气来带这一些 所谓年轻的高性能款 所以剧中有一个A200入门车型 所以大概在A-Class 大概就全包了 这都是NGCC前驱的概念的车子 当时也是一时之选 要高级有A45跟这个COA45 AMG 要这个一般的消费者要买类似 那买A200也很漂亮很帅气 所以这个剧非常成功 把这个高层高阶 用55 AMG 63 AMG 再把入门A200 等于说让消费者可以由这个仰慕的心情 转换成这个购车的一个心理的投射 所以我个人看这个剧 其实也非常喜欢 这个韩剧我看的不太多 但这部有看 这是有外星人我喜欢 好 也是因为这样 再来是宾市实际是很 那时候很流行 甚至宾市台湾为了这个发了一篇新闻稿 来讲说他这个 因为就是渔邦水水方鱼嘛 这个行销 我们以为只有在韩国 但是因为这个剧可以卖全球 所以你很难想象这个全球的影响力 所以自然这个剧在推播的时候呢 也影响到很多个地方 宾市有来自星星的你做那么成功 你知道宾市最近有出现在一部夯剧里面 黎泰院里面有出现 你有发现这台吗 当然有发现 真的吗 但是你知道在来自星星里面 宾市是主角很显眼 对 黎泰院还OK 就它戏不是主戏 对对对 像这个红色的它是主戏 就是啪 啪 黎泰院它是一个复仇剧 男主角它是在黎泰院开个小酒馆 从小支组变成一个大支本 大企业 大企业 而且它把更大企业给扳倒了 好 前面没什么车子 因为它都是没什么钱 到后面它变大企业之后 宾市就出来了 对 宾市就出来了 德哥来解答一下 它开的竟然是电动宾市 对 其实我觉得宾市的EQC 真的很适合做这种电影 或是戏剧的制入 可是太可惜了 他们应该制入到马老师有印象 只看到一个宾市logo而已 马老师可能对电动车 也比较没有那么有感觉 如果来一个V8 狂妄的声浪 对不对 马老师是这种路线吗 你喜欢纵嫌的 没有 至少两个在车上热吻一下 老师要的是先进科技 因为这个EQC 它没声音 可能热吻打拨的声音 太大声会吵到旁边 但EQC事实上 我说它为什么很适合制入 就是你会看到它的样子 包括水箱护照 还有那种很魅患的那种灯影 你就觉得 其实好像就很未来 但事实上 那车身尺码 我觉得年轻人会喜欢 而且女生也会喜欢 就跟包括盈婷姐很喜欢GLC 她也会喜欢EQC 因为尺码是接近的 那再来就是 它的性能表现 虽然没有特别突出 可是已经能够满足 一般人的使用 它有两具马达 那急速呢 有急速可以到180 因为马达的关系 它没有办法突破200的门槛 从小资变成跨国企业 有点搭 因为它那种电动的 然后那个动力回充的感觉 真的跟一般的油车 很不一样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 等一下休息一下看看 那最近有一部Netflix上面 也蛮夯的一部戏 谁是被害者 里面也有偷偷的置入一些车哦 马上回来 嗨 各位跨界小赢家们 靠影片别忘了 帮我们按个喜欢 留言 写下你想看到的车款 并且把我们影片分享给 所有你喜欢车子的朋友 记得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随时 接收到我们的最新资讯哦 更多车款的开箱评比 市价通通都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变成 WinWin跨界大赢家吧